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8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今年6月以来 美国巨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发起捐赠承诺行动 倡议美国超级富豪 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后 把自己财产的一半以上 捐献给慈善机构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40多名巨富 宣布加入这个计划 以承诺的捐赠呢 超过了1,200亿美元 那么是什么因素 促使许多美国的富豪 热心慈善和投身慈善 相比之下 中国慈善事业滞后 尤其是富豪参与慈善的 程度有限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请到的两位客人 一位呢是台湾中天新闻 华盛顿特派员 张国华先生 另一位是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张天亮博士 欢迎两位参加今天教练对话节目 你好 好我想请张国华先生 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除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这些超级富豪以外呢 慈善其实是美国生活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么你跟我们的听众 大致的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 其实在美国 这个慈善业 就是向这个慈善业捐赠 是一个有相当久历史的 这么一个民众的普遍的做法 有统计说 在美国的这个三亿人口中 每年的这个慈善捐款 其实高达三千多亿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 平均一个人就是一千美元 那这个量还是蛮大的 那在美国的家庭中间 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家庭 每年都有这个慈善捐款 为什么除了这些富豪以外 所以呢 可以说在美国慈善捐款 是一个非常深入人心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 一个传统 是一个传统性的做法 对的 而且行之有年 即使在经济下滑 这个大家生活 有点困难的情形下 该捐的 他们还是在捐 张杨远博士 我们知道美国的文化在一般很多 至少中国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知道 就是美国的这个文化 特别强调个人奋斗 个人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 可是另一方面呢 它又特别强调公益服务和公益精神 那么这种表面的矛盾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为个人主义的话 个人奋斗的话 是强调的是人对待自己的态度 公益的话呢 强调的是人对社会 或者对社区 对其他人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就像什么言以律计 宽以待人等等 就是说这些方面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矛盾的 个人奋斗的话呢 其实我想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民族的话 都应该鼓励每一个人 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 同时的话呢 要回馈社会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是一个就是很普遍呢 接受的一个一个道德要求 相比于中国这个富人阶层 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负面消息 比如说大手笔消费 炫耀性消费 爆发护士的这个消费 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在海外资金的这个流出啊 等等这些方面的负面消息 这个美国富豪的这个捐赠消息 好像在美国 在中国的这个媒体和网友中间 还积极很大的这个这个反响 那么我想问一下张国华先生 那么很多网友 至少我看到的言论 都在比较美中富豪的这个这个做法 那么你认为是不是存在一种所谓的 美中富豪的这个不同的财富观 这个这个区别 不同的财富观 至少在目前来看 我们看是存在的 那么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中美的这个财富文化 或者这个捐赠文化不同 我觉得可能没有到文化的层面了 美国的捐赠 我们看这个从 首先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这个最早呢 欧洲的移民到美国来以后 他有很多事情靠个人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他必须靠集体的力量 那集体的力量 很简单 大家就要捐款 这有点相当于啊 这个在这个中国 比如说过去的这个一个家族 你要建个祠堂 你要做一些事情 你靠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不够 要大家捐款 所以从那里慢慢慢慢一步走过来 美国之所以做的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它是制度的原因 法律的原因 所以它基本上你看这个非政府机构很多 慈善机构很多 这个钱怎么用 怎么花 捐赠人对它比较放心 他知道我今天这一千块钱捐出去给你 大概有至少八百五十块到九百块 你是用在灾民 用在穷人身上 所以我捐出去比较放心 换句话说呢 在中国呢 制度和法律的这个方面还不够健全 好你刚才说的是制度 我们待会再来讲制度 但是我还是想讲就是这个行为方式 比如说一个中国的富豪到美国来 他会不会也像美国富豪一样 乐善好施 那么我想请张博士来说一下 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到了美国之后的话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 就我所知道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的话 他也有很多慈善捐款 因为我觉得这是社会大的这个 一个是就是社会大的氛围使然 再有一个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监管呢 就是对于财富的监管 捐出来的这个财产的使用确实是比较好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并不仅仅是富人在捐款 他们有一个统计数据是美国 就是劳工部门的一个统计数据 大概是美国穷人 他把这个美国的财富分成不同的等级 分成五个等级 最穷的人的话 他们捐款的话 大概比富人的话比例还要高 就穷人大概捐出自己百分之四点三的财富 就是按照收入比例的话 对对对按照收入比来讲的话 对但是富人的话呢 平均的捐款的比例是 他们收入百分之二点一 就是绝对数目也许高很多 但是从相对收入 从全社会的捐赠数目来看的话 穷人捐的比富人捐的多 也还是捐的多 捐的多多了 去年可能是这样 但是今年不好说 因为他们刚才一下就捐了 对这个新的倡议之下 情况可能有所变化 因为美国我刚刚讲的 美国一年的这个慈善捐款 三千亿美元 那么他们这个行动 目前已经一千二百亿了 对不对 那么一般估计可能会达到一千五百亿 所以他这个比例就很高 可是平常啊 这个美国富人的捐款 大概在总捐款的总数的只占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 这个跟我看到数据倒是不太一样 对 我想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的财富的来源 可能决定了他使用财富的方式 因为我看其实美国人 也有一些一夜暴富的人 比如说中了六盒彩 但他一旦一夜暴富之后的话 他这个钱就不知道怎么花了 可能挥霍啊吸毒啊 或者是说这个随意的投资 就是不计后果 最后的话很可能就破产 但是我觉得很多美国人的话呢 就是说他们的这种财富的基地 也是靠着自己个人奋斗 一点一点走出这条路 这样的话 他们对这个财富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怎么样去管理它 怎么样去使用它 那中国很多的这个人 他的这个财富的来源的话呢 我想就是说 就像很多 很像美国中流合彩一样 一夜暴富 突然间拿到一个项目 就是说就个高速公路 或者是说建一个楼 什么之类的 可能就是拿到很多很多的回扣 因为他这种财富来源 本身具有一定的非法性 所以说他也很难 把这样的钱拿出来 这个你到 你说的话让我想起 就是我看到中国左派网站 乌有之乡那篇评论 就是在这个 美国富豪捐赠的新闻出来以后 那么他就说呢 他说通过勤劳和智慧 正当手段积累财富的人呢 就是他知道这个创业的艰辛 他对于弱势群体 对于其他的贫穷节省 他有同情和理解 所以在一旦发财以后 他会把他的钱 用于这个 他的社会的责任感比较多 可是如果你通过 非法的手段 或者是说 不当的手段来发财的人 他们觉得 这人本来就没有太多的 这个道德力量 那么他发财以后 你不能指望他有财 没有他发财的 比如贪官 他拿着这个钱 他想办法 要把这个钱转移走 或者藏起来 他怎么敢拿出来捐款 让人家知道 我有这么多钱呢 可是中国有很多的人 是通过证断 比如说 至少表面上的证断 就是通过企业 或者是通过生产 销售等等的手段 来积累财富的也很多 但是是这样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人 一旦漏了富之后的话 有可能被贪官盯上 你这个人这么有钱 他很有可能就 你看就是中国 就是说有一个 胡润排行榜 富豪排行榜 对对对 十年之内 凡是上那个榜的人 大概有四十九个人 现在已经是被抓起来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方面的话 就是你可能财富来源 具有一定的非法性 这是很有可能的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说 当你一旦有了钱之后的话 你可能需要 在中国 它是一个权力社会 那它可能需要权力的保护 这时候你可能 要选择投靠谁 而中共内部的话 它有很多权力斗争 如果你投靠人 投靠错了 那么有可能就会被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中国当时 上海的首富张龙坤 对吧 他的这个个人资产的话 他是当时在 胡润富豪华上 是排在前三位的 他当时也做了 很多慈善事业 但是呢 他做慈善事业 并不是真正为了 把这个钱捐出来 给穷人办事情 是因为那个慈善协会的 理事长 是黄菊的太太 这叫于慧文 那么黄菊在跟江泽民的 这种权力斗争中 失势的时候 那么张龙坤 马上就受到连累 他就被抓起来 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 财产来源的这种可疑性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政府可能会 找你摊派 然后跟你交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拿着钱之后的话 你又不知道政府 拿他去干什么 所以说这个也可能是 他还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 还有一个理念上的原因 在美国 我们有一句话 其实在中国也说过 叫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那这个话 放在美国的富豪身上 真的是我觉得 蛮贴切的了 这个美国的钢铁大王 卡内基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一个人 在他死的时候 如果还有巨额的财富的话 这是一种耻辱 为什么呢 因为他基本上觉得说 我之所以有本事 把这个这么多钱赚来 其实除了我个人的因素以外 这个社会大众 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美国富豪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这个财富 从法律上讲属于我 而实际上 我是为社会来管理这笔财富 所以很多人富豪 他在这个去世之前 这个财富不是传给子女 而是呢 把他想办法 用它来做成一件 服务这个社会 服务大众的事 这个好像跟亚洲 或者像中国这样的财富观念 有点差别 因为比如说 我们知道亚洲的富豪 或者中国的富豪 往往都是把自己的财产 全数地交给自己的后代 在美国文化里面 他们觉得这样 其实对自己的子女是不利的 对他们的成长 其实是不利的 其实中国在这个 共产党对于政权之前的话 也是有很深的这种捐款文化的 因为我们知道 像农村的祠堂啊 包括城市的行会啊等等 就是他都是有一些 有钱的人拿出钱来 做善事啊 修学啊 这个修桥补路 心血赈灾 做很多的善事 因为大家相里相亲的嘛 地头不见台头店 而且很多人 当地的地主 都有这个发州的传统 对 对 碰到灾害 碰到灾难的时候 那些大户人家 有的是单家 单个的家族 有的是联合 对 非常普遍的 然后这个州就不停了嘛 流水稀 对 好 张牧师 现在的话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社会 就是官府是官府 民间的话 它有很强大的民间力量 但是共产党多取证券之后的话 它一下子通过一种 社会主义改造 把大家的钱全都 拿到官府那去 个人受点没有钱 可以去捐赠 那么现在就是说 等到了就是说 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话 中国人虽然受点有些钱了 但是遇到了很多 像制度性的原因 去年前年吧 在这个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大家很多人 给那个四川地震捐款 捐款的时候呢 这个2009年8月份的时候 清华大学管理学院 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当时社会各界的捐款 捐给四川的钱 一共是767亿 这是在中国青年报上 是登出来的 但是今年四川省政府 他们公布了一个消息 说他们收到的上款 只有40亿 中间差了90%都不止 那这钱到什么地方去了 对吧 那这个钱大家就是 就在怀疑 就是说这个钱 是不是能被进了财政了 或者是说给人贪官买房了 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当大家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 你看今年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 大家捐款的热情 就远远不像去年那么高 还有个问题 我想请就是 张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 那么很多人觉得 富豪捐款有一个很大的 也有他们自己的 自身的利益考量 就是说在免税方面 比如说遗产税 或者是收入税方面 他们有政府给他们 提供相当大的优惠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 除了富豪 我们讲从这个 普通老百姓来讲 每年你要去交这个所得税 对 那所有你做 用作这个慈善捐款的部分 都可以免税 对 那今天比如说 我的这个 这一年的薪水 比如说是五万块 对不对 那家庭收入十万块 十万块可能是 正好上到一个 这个税收的档次 在十万块的时候 你需要交 比如说百分之三十 但是如果你的收入 是这个八万块 你可能只交 只要交百分之二十 对 假设了啊 百分之二十 那他我何必要这个 多要两万块 多交那么多税呢 把两万块拿去捐款好了 所以有这个考量 没有错 有税务方面的这个考量 富豪也一样啊 遗产税也好 他也有这个收入税啊 那有些东西捐出去以后 他就抵税了嘛 有这个考量 但是我觉得